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梅兔莎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难道想一辈子待在这里 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想要突破封印极为困难 若是我们联手 则要轻松血动 如何 出去后 定要让你这混蛋付出代价 玉儿 你又在这里发呆啊 子言 你说 她会不会还活着 被熠火吞噬 活下来的几率很低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心跳得厉害 好像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一般 好在当时熊儿不在 不然的话 没想到 灵修衙 柳晴和林燕竟然真留下来了 其他一些强者 大都离开了学院 闯荡大陆去了 林修衙和柳晴是想在内院多修行一段时间 林燕那顽固的家伙 说她答应了萧炎 要和她一起走 若是那小家伙还活着的话 恐怕连我也很难打败他了吧 现在还是先开塔吧 让大家修炼更为重要 大家记住 按秩序进入 不可发生争夺 否则一周之内将被禁 他中有变过 所有人 立刻离开广场 快 该死的 是鱼鹅心炎 那东西又要爆发了 叶儿 快走 快看 快走 快走 我萧炎 终于出来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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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難道 修 修妍 是他 是修妍 這傢伙果然不可以用常理來推斷的 好 不是 是嗎 怎麼回事 緊急斷黃了 好傢伙 又變強了 大長王 我回來了 回來就好 回來就好 小顏 我就知道 你肯定死不了 小顏 幸好還沒有離開學院 不然 可就看不到今天這麼震撼的一幕了 你也緊緊了 要不 我們來比試比試 我和小顏一直都沒能交上手 今天就讓我來試試吧 小顏 你以為如何 求之不得 我說啊 你們這是連一點喘息的時間都不給啊 總該讓小顏體面一點吧 是 快走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快快快 你們這麼著急 所謂何事 你不知道啊 學運有兩位鬥王級別的大人物 要在這裡比試 兩位鬥王 走走走 我們一起看看 你還試著一戰 你找到 瀟炎 瀟炎就能和林修牙一戰 林修牙可是狼牙幫創始人 這瀟炎別是徒有英雄之名 傳聞當初瀟炎還未到鬥王 就能打敗鬥王強者 或許對戰林修牙也是輕而易舉呢 這傳言極可能是誇大了 不可傾現 瀟炎 是瀟炎 真的是他 什麼時候到達 瀟炎這速度 真是太驚人了 這等實力 恐怕比一般鬥王更強大 瀟炎學長 可是能單挑鬥王的強者 大長大長長 今天這場比試 我看瀟炎想贏林修牙 沒那麼容易吧 林修牙恐怕只能在瀟炎手中 堅持三個回合 林修牙可是五星鬥王 就算是尋常鬥王 想三回合變僵之拿下 林修牙倒下 都有些困了 林修牙小炎 林修牙 林修牙 我管誰出誰贏 林修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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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是我們盤門的首領 可別丟人哪 咱們盤門的地上 都看著你這個失踪了兩年的老大大 好好好 待會兒分你們去救 兩年了 沒想到一黃眼 兩年過去後 你在塔底这两人 内院新进了不少弟子 我也成了长老之一 如今实力可是长进不少 你要当心了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开始 女主的身影真是变坏莫测 完全看不到她的一个女技啊 向远这速度 这速度真是太精神了 向远这家伙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一虎 你今天正好可以试试 这碧绿火焰的威力 圣王 一招 小年手中只坚持了极为简单的一招 灵学长 承让了 两年不见 你竟强到这般变态的地步 我只是占了一伙的便宜罢了 灵学长可不用妄自菲薄 刚才你手中那团碧绿火焰 究竟是怎么回事 之前我也未曾看你施展过 大长老 阁下既然来了 又何必藏头鹿尾 鬼鬼祟祟 他是谁 雾 dal 贝勒 好动的 太难了 这是一个 屈屎 阁下究竟是何人 我为硝烟而来 与你无关 多可 你认识他 有点过节 你这家伙 怎么会招惹斗宗强者 真要打起来 我也不见得能打退他 等我把该做的事做完 我这条命 就随你处置 我现在 就要你的命 这位朋友 硝烟是我内院之人 有什么过节 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 何必一定要动手 不要以为有个斗宗强者 庇护着你 我就杀不了你 你呀你 现在可好 被斗宗强者盯上 日后怕是有的苦吃了 大长老 大长老 还有个麻烦事 又怎么了 别跟我说 你得罪的斗宗强者 不止一个 知道不是 那个 我一不小心 把陨落心炎给 炼化了 你这个灾心 你隔上个一两年 来一堂内院 将炼化的陨落心炎 分出部分 交于我们 应该没问题吧 当然可以 这也算两全其美的办法了 大长老 弟子 有个不情之情 你既答应不定期 给内院补充 陨落心炎 我当然也不能吝啬 你说吧 想请大长老 帮忙找一找 这上面的药材 这些药材 具有恢复 灵魂力量的功效 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学生 想复活一个人 好 这单子上的药材 内院现存的倒是有几种 其余的 我会替你留意的 你这个好运的家伙 我内院辛辛苦苦守护 与落心炎这么多年 就连寒风费尽心机 也未能得手 没想到最后 倒是给你做了嫁衣 韩风还在黑脚域 那正好 有些事 也该找他了结了 你别轻举妄动 韩风如今收拦了不少势力 在黑脚域成立了黑盟 就连内院都拿他没办法 这两年来 内院找过他几次麻烦 但都被黑盟挡了回来 老实的仇 我必须保 如果大长老信得过我的话 我硝烟随时奉猥 行 我先调集人手 不过 追杀你的那位斗宗强者 不会加入黑盟吧 您放心 他绝不会加入黑盟 我和他之间的事 靠别人是解决不了的 那我先告辞了 等等 我有事要跟你说 你二哥萧丽 遇上麻烦了 萧严 没想到 你已经还留在学院 我当初可是说过 要和你一起去迦马帝国逛逛 好 我回去的时候 一定带上你 你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二哥 你知道我二哥的事 我之前 被大长老派去 暗中保护过萧丽 你二哥萧丽 还以为你已身死 为了跟你报仇 在黑脚域创建了一个神秘组织 转召黑盟的人刺杀 萧丽的行为引来黑盟的震怒 黑盟中有好些实力不弱的高手 准备对他进行围剿 恐怕 现状不太好 据情报 围剿萧丽的势力 是血宗宗主 贩劳 他人多势众 你最好召集号人手再去 不然会吃亏 内院长老 都被大长老召集过去 准备与黑盟大战 我这会儿 还能到哪儿去召集人手 你这是把盘门给忘了啊 诸位 今天我们要和门主一起 去黑脚域怎么走 门主的二哥现在处境很危险 我们要助他一臂之力 黑脚域的恶势力 嚣张跋扈 为所欲为 还几次来放我们迦南学院 这次 我们要迎头痛击 让他们知道 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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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 多亏由你和虎家进行管理 才让当年那个小小盘门 变得如此强大 盘门能有今天的实力 其实更离不开 你和熏二的影响 喂喂 别忘了 也有我的功劳好吧 对 紫妍的功劳也很大 两年不见 你怎么还没长大 还不是因为某个人 一生不肯突然消失 害我没了好吃的 好吧 那当作补偿 以后 我给你练真正的化形单 好让你自由变换身躯 怎么样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啊 嗯 我们已经进入黑脚域区域 大概明日清晨就能抵达 大家好好休息 养精蓄锐 我已经等不及 要喝光销利的血了 咱们藏在林子里的暗烧 已经有七八处被拔了 这里也被发现了 领头的人是谁 是血尊宗主 范老 来得好 今天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要让范老给三弟陪葬 狙杀队停入森林 尽可能消耗敌人战斗力 其他人防御寨子 全力戒备 是 三弟 等着 二哥这就给你拉个垫背的下来 我以后会心虚不安 不行 必须得尽快赶过去 我要先走一步 你们尽快跟来 你们尽快赶紧 我们尽快赶紧 不 尽快赶紧 赶紧 赶紧 頭 巨殺隊已經傷亡過半 雖然對風箏亡受我們雙倍之多 但依然無法阻擋他們的攻勢 按照目前的局勢 對方馬上便會抵達債外 缺緣分散 準備與來犯者拼死一戰 是 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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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这个 无名组织的首领 灭了他 灭了他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 和黑猛作对 今日便先断你四肢 豢养成血奴 三弟 二哥无能 竟然连一个垫背的 都不能替你拉下来 天望我小家呀 是谁 竟敢插手我黑猛之事 范总主 你没死 你没死 二哥 是我 小家还有大仇 未报 我怎么会轻易死了 二哥休息片刻 待我收拾了这家伙 再跟你需求 他可是斗皇强者 身边还有三个斗王 我们还是先撤吧 来日方长 有的是报仇 有的是报仇的机会 你可期望不要再出岔子了 二哥 你就放心吧 两年前让他垂死逃窜 今日 我要让他有来无回 相信我 那好吧 你放心对付范老 我来挡住那子 你受伤不轻 就别出手了 都交给我 范总主 你这条老命 我今天收定了 跟我一起 取了这萧衍的性命 这女人现在跑出来干什么 这次可还有人来帮你 这位朋友 你的目的可是萧炎 如果是的话 不如我们联手 一起对付这小子 你没这资格 既然阁下不愿意 那就请便吧 这该死的女人 这该死的女人 等事情办完 我定要想办法抓住你 让你知道本宗主的厉害 美都沙 我欠你的 日后会用命来还 但今日 请你别插手 这份恩情 萧衍定会记住 我 你 你 你 小炎 静 你的命是我的 竟然真的就这么走了 难道是因为吞天网的原因 鸭尖嘴吏的小子 我们四个一样能永远把你留在这里 杜瘦 杀了他 你竟然炼化了陨落心眼 这两年三弟又成长了不少啊 该死了 小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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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专心解决那个老焦 这两人交给我与紫妍便好 看来今天你死定了 众人听令 给我剿灭山寨所有人 王王的小子 我犯牢可不怕你 两年了 这些老手段对我没用了 小炎 我们世界的恩怨全是由你而起 若不是你杀我儿子 我也犯不着与你情愿 其实身处黑角玉这等万帝 也会有因果报应 你儿子的死 是他咎由自取 小子 你不得好死 还真是负于顽抗呢 你不要得意 得罪了黑盟 日后可没什么好下场 不劳范宗主操仙 再过两时 我自然会去黑盟 表结与韩风的恩怨 小炎 如今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 可你想要杀我 也没那么容易 这 就是这种老手段 待我举起人手再来算账 到时候 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万宗主 恐怕你没机会回去了 受死 无意义的混战 还是紧快结束吧 贩劳已死 你们无需再战 我不愿大开杀戒 你们回去替我带话给韩风 不是 我将上门取其性命 什么 范宗主被杀了 大家不要轻信 宗主可是窦皇强者 怎会死在这个乳羞未干的小子手中 正是 大家一起上 等宫破了山寨 我们宗主一定大大有赏 有冲啊 这小子 这一手也太恐怖了 还有谁想来试试的吗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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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援助之行 萧炎在此谢过 日后若有需要再想帮 来 咱们认识这么忙的 这种客套话就别说了 以后如果我真遇到困难 肯定不会跟您客气的 小爷 我也是出了大力气的 千万不能忘了呀 放心吧小丫头 你的画形单 我可一直记在心里 跟你们两个 就不用客套了 小葵 你又是不太曾ishes 我们要再到处下 他也在想想想想想要 你还不想想想想想想 angy 去看看 就好了 对 二哥 这两年来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颜子 你是我们萧家最有出息的人 在我来这之前 大哥特别交代了 我们谁都可以出事 唯独你 绝对不能有事 如果不是萧家大仇未报 只怕我在得知你生死的消息时 就会直接找出那些人拼命 可我也知道 以我的能力 报仇肯定遥遥无期 好在天武决人之路 我在一次追杀中 逃进了一处深山 机缘巧合下 得到了这东西 根据这盒子上的文字描述 这里面的两颗血色胆药 可以强行让一名大斗士 在极短的时间内 提升到斗王界别 只不过一旦服用 便只剩三年寿命 施生丹 你竟然吃了这个 除此之外 我也别无他法 你明知道这力量 是靠透支生命换来的 为什么还要吃它 如果不这样 想要给你报仇 那得多少年之后了 都要吃饿我 你不要贵仇 你不能可以 我觉着 我爱我 你怎么会 我爱你 都没有 我们都没有 我爱我 这还没 它就没有 我的 我爱你 二哥 你在得到这丹药的时候 可还有其他东西 这是和丹药放在一起的 但以我的能力 一直无法打开 这应该就是 施圣丹的丹方 二哥 你别担心 我争取在一年之内 帮你研制出解药来 只要你能平安活着 一切都好 有没有解药 不重要 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你现在先跟我回 嘉南学院养伤 两日之后 我要和韩风来个了断